嗨 大家好 這是一個美髮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可以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追蹤我的IG可以追蹤一下 這樣就好了 我就知道 啊 我就知道 他講這個啊 你不是這樣啊 我就知道 他居然說他在想一個晚上 一定會緊張到那個 不是這個梗 你為什麼好想一個晚上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北漂 北漂 對 好害羞我們第一次跟人家FIT 真的嗎 對 我們第一次 今天是 妹換髮型 對 我妹換髮型 我們是認真的要變喔 因為他就說已經 欸你知道他傳了一張 好像是你結婚的照片 對 那我傳有照片給他 那落差很大 那麼天啊 我都想查他 我再把結婚照片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你不想用短頭吧 對 不想用 就待這邊可以 你給我再拿掉 我看一下 你可以盡量攻擊他 我們在裡面 你再攻擊 他很漂亮啊 就是他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樣也是蠻美的 謝謝 等一下 陳其真不是眼睛是這種 就是這樣 那我就可以撿到 就是中長一點 欸我第一次在這個視角欸 就是在PXC隔壁上看一下 好不好 真的嗎 對 所以你很難有那個想像的畫面 對 因為你要先看頭型跟臉型那些 就是一直想像啊 跟畫畫很像啊 可能他好像是來看小畫 沒有啦 我們是會變美的好不好 我們頻道裡面他最多人在看 真的喔 趕快 冷氣擔當 你趕快到這邊 跟大家自我介紹你是誰 他真的是冷氣擔當 你趕快到人家要幹嘛 一直被PXC 一直被CUE 我現在想法應該是有點中長 結果我覺得可以 可能可以稍微燙一下 就讓他有點 曲線 然後 今天的目的就是變成一個 未婚女子 因為他剛才抱著一隻小孩這樣進來 然後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從一個 已婚媽媽變成一個未婚女子的Style 對 我覺得如果頭髮用的好看的話 就算沒化妝也是 不得了 好 等一下 那我先講喔 這樣給一個Style監測 不管用了怎樣 都一定會有人說 但你還好吧 不管我們怎麼分析 不管怎樣 下面就有人說 其實盧植的技術 也很普普 也很怎樣 對 一定怎麼會這樣講 會天習慣了 對 習慣了 我們今天開場的分段 應該也沒關係 就是偶爾一個 混亂的開場 可以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混亂 大家可以追蹭我們的 iGY spo rating一下 那個字幕就不知道怎麼 Britney 他就 alder 真的很鬼 一個人蠻 bug 這字幕的話也是辛苦 對阿 好 我先大概講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現在捲髮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下面 但這個捲髮 已經離他的臉很遠了 所以這個捲髮 就沒什麼修飾的效果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裡變得特別變 然後 臉會變得比較圓一點 因為你的捲髮 已經在最下面了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等下就剪掉 剪掉了欸這超棒 沒關係 可以 你是愛藏爸的人喔 好 那我先走了 你以為他很care 其實他也沒有多care你 哈哈哈哈 就是 你現在剪文 你現在剪文頭髮了 欸 有嗎有差嗎 哈哈哈哈 他剪文的時候 他都會習慣性把刀子往後幫 你說這樣 對對對 就很帥 你說這樣 對這自己的習慣動作 他就會有一個帥氣的一個 結束動作 有沒有很害羞 對看著眼鏡也看太歇了 對我會 通常會看這麼戲的人 通常跟我們同行 我是設計啊 喔喔喔 也差太多了 廣告設計 廣告設計 一定要跟髮型設計 對我一定要跟你們做的太相似 所以你在台北工作 對啊 那你們公司人有知道你越來越紅嗎 有啊 他們都有發 哈哈哈哈 可能給我怕欸 超可怕的 因為有時候會上那個啊 搭配秀或是東西 哦對對對 他們就會發寫 我們的頻道啊 有時候都會有那種 很像達人秀還是什麼 就一下就照他有沒有那個分享 可是你們不覺得一分享就覺得 別人就會覺得 幹你好像不太能紅這樣 因為我發現 我有發現的件事情 不管你的訂閱什麼多高 觀看數多高 都比不過那種媒體分享 因為人家就 因為那個媒體的人 就視為上新聞 對對對 都講到這裡了 照他你們看到的話 欸照他小便幫我分享一下 達人秀給標記 達人秀標記本事都增加了很多 哈哈哈哈 達人秀真的超多欸 IG對不對 達人秀有IG經營的很好 馬上講一些 好聽話 吹風 一定要啦 達人秀IG小便真的 評論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財產幫你分享 他很傻 哈哈哈哈 達人秀的好夥伴啦 我覺得改造的髮型 本來就是會比較 容易被分享 喔對 因為他有個賣點讚 有趣吧 前後 對 因為頭髮每個人都可以剪 哈哈哈哈 而且觀眾就是喜歡看 前後這種隊伍 就會好奇說你的技術 到底會打電的怎麼樣 那看影片會覺得技術好嗎 很好啊 真的好啊 認真認真 馬上來跟逼人家講 大家很難想像 就幫人家改造其實是要 不能說自己是真功夫 因為你知道照片怎麼都可以修 但是大改造就是 一般兩代 我們又是影片 就是 沒辦法做進 很難欸 影片其實是可以修的 一樣拍一張小萊塢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哦 呼 哈哈哈哈 欸我告訴你有時候就這樣 亂拍的反而人氣不高 真的 沒有腳本那些 沒有想到 想半天喔 沒有 你知道我有一集 我真的也要跟大家說 沒有看過 你那個沒看過 我是在講一個介紹法 然後我自己用了八九關 試用了八九關 所以我就買了八九關 然後試用 然後想了他心得了一個 然後很認真的 寫一些腳本 因為我要講啦啦 那光看 過了很久很久 我一破萬了 就 喔 一破萬了 終於 對啊 然後還想要花那麼多時間 很淺 對啊 不OK 我們也是耶 我們認真想腳本的 其實都沒有要看 然後生活隨拍就會超多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 當然有想腳本的 你會知道 過幾年後 他應該還是一個好看的 是 對對對 品質還是有好 那個漂亮已經是擋不住了 非常非常 擋不住是擋不住 桃花啦 人變美不就 會求幾朵花嗎對不對 但他女婚耶 有時候 桃花不是你真的要跟他交往 桃花是一種 愉悅感 對對對 誰 誰不想要被喜歡 而且你知道 人氣你知道明星 明星都會擺桃花 因為他們像 他們認為桃花是一種人氣 他們不一定覺得說 果實要跟你一種 我要給你一種愛 對啊 有沒有變漂亮 沒有 還沒有 什麼意思 等一下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段我們先剪掉 我們現在要燙頭髮了 所以先上藥水 燙完再給大家看就好了 我特助還在說 沒有人幫他化妝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一個很棒的髮型 就算不化妝 也會很漂亮 還有化石 蛤 沒有化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等一下頭髮一放下來 就很驚為電的 你說的喔 你說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真的 漂亮的髮型就是 就算你沒有 化很強力的妝 還是會漂亮 對啊 美麗的顏色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染一個漂亮的顏色 多久沒染了 久了那不停留 一年 一年了啦 真的喔 有啦 那應該你還不知道 長這樣子就一年啦 其實可以看 通常就是黑頭髮 大概一個月會長1到1.5公分 所以你只要大概12到15公分 就大概1點左右 那麼長 大概都可以用這樣推的 好厲害喔 有啦這樣比較會合啊 對啊 這麼久 累積久一點 對累積久一點 一次爆發 我覺得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探完染完了 要吹頭髮給大家看了 就吹乾而已啦 也沒吹成這樣 哈哈哈哈 瀏海 瀏海是重點 因為你剛才通過已經中過很久 所以這裡分線會比較明顯 那你要先吹個幾次 讓他慢慢的習慣往前 我吃了很多水 我們瀏海吹乾之後 就把頭皮吹乾了 頭皮就是 不用太先在乎髮尾 就先把頭皮都吹乾 好 頭皮吹得差不多之後 你就可以稍微 就左右亂撥 稍微繞一下 就這樣捲一下 隨便啦 隨便吹啦 就是都會漂亮 啊 又啦 都會漂亮 真的 真的 中輝小《假如美教》 總之會 我第一次看我妹的髮型 那麼認真 真的嗎 真的 她真的很腿在欸 而且妳現在沒化妝欸 不用化妝啦 對啊 真的不用化欸 這顏色真的好香喔 我們真的叫我們主題 不用化妝就有人美麗的 髮型改造 尤其南部真的化妝很累吧 對… 台北就會定調化妝 台北會化呢 一定化 我發現還沒 我在拍了 已經拍很多次 你覺得阿嬤會不會弄不出來的就是這樣 不會 一定弄不出來 幹嘛給韓國耳太厲害 有種味小是不是 這是收尾嗎 小收 通常都會打一個雛形 然後再配合它吹乾 再點上真實的抹料 然後做一點球 它額頭平常油怎麼辦 還好吧 你現在給它這個有點空氣感 我覺得這個不會 這不算空氣瀏海嗎 一點點 可是這比較讓它一點拔刺感 所以你是可以 就是這樣分 稍微 我是讓 不是完整的瀏海 就一點點而已 就比較不刻意一點 如果它是一個刻意的瀏海 就會 比較像你這樣很擔心的樣子 所以它油掉何會這樣 不透油 這個的話我們就是我旁邊撥 應該都還沒什麼大問題 這個真的好厲害喔 真的嗎 設計單看 對啊 你就站在一個設計的角度 對 就是一種創作的感覺 一點點 在影片裡面看就很不錯耶 影片裡面嗎 對啊 是個美女對不對 對啊 看成這個大神 大姐 大姐 大家趕快來找他嗎 他真的很厲害 可是他很難預約喔 他真的有把我妹變成另外一個人 因為我妹真的不是長這樣啊 而且我今天這樣親自這樣看 一個美髮YouTuber 讓他這樣做造型 真的很酷 好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很好看 自然的 輕盈的 如果你現在想要燙頭髮的話 可以參考這樣子的中長髮 就是比較 鬆鬆的線條感 比較有空氣感一點 會是今年比較主流的 因為像去年跟前年 比較多更多厚重的 低層次了 那今年可以稍微有一點層次 是還不錯 大家可以去注意就是蠻多明星 現在都是比較有層次的中長髮 大家是不是已經忘記 妹妹長怎樣了 我們會把他再踢起來 而且你看這個髮型最厲害的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們綁起來 然後他 也很好看 你看 真的不錯 那個氣質齁 智遠真的有那個 很驚人齁 有 說真的 重點是 這張臉也沒有重化妝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的影片都會有人家化妝 所以我們化完妝很常被罵 欸你知道有時候是 一個是氣色 一個是氣色 被拍的那個女生會比較有自信 真的真的 他們在攻擊我們化妝的技術 對啊 我還這麼厲害 我要做彩妝師啊 我還在教人 對不對 我還在問問你要剪到哪 彩妝師也是一個專業 是啊 我覺得我們幫人家化妝 但是我們通話都沒有說 我們幫人家化是一個很 沒有 對啊 對啊 我不能在講嗎 來你頭往前給大家看一下 真漂亮啦 他真的把我妹變成另外一個人 天啊 對啊 看他 我不能笑 我不能笑 不然你幫我們拍一個 動一下的 看著鏡頭 什麼 怎樣 一個漂亮的樣子 試看看 來試看看 又一個動作 有點style 看鏡頭嗎 看鏡頭嗎 你看看 好啦 就這樣 讚喔 大家看影片應該就知道 頭髮已經看得很仔細了吧 有 有啦 就是一個輕鬆自然的隨性的髮型 OK今天北漂少年妹妹改造 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想應該已經 漂亮嗎 漂亮啊 他現在就是 我說 孫威蕭的朋友 做一段 孫威蕭的門色的客氣 哈哈 我被公平了 好 那我們也有其他影片 在北漂少年的頻道 反正就搜尋看看 都會 都會看得到 都兩邊都訂閱一下 好不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你的百姓支援 下支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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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